说天下说预言 近来英国一名汽车领域的专家预言说 最多再过25年人类将被禁止开车 这话从哪说起呀 这预言有啥依据 说天下说预袭 云南一村民上山放羊 遭遇黑熊袭击 关键时刻 他想出一招拯救了自己 他咋做的 遇到黑熊该怎么办 说天下说科技 美国一位科技狂人 前不久公布了一项超级火箭计划 未来人类出行不坐飞机坐火箭 一个小时之内 可以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就问你哭不哭 说天下说心塞 有网友爆料 西安秦陵野生动物园的一只大熊猫 受到骨头清晰可见 圆滚滚这是咋的了 吃不饱咋的 说天下说研究 北京一小学学生 用大数据研究另类苏氏 走红网络 研究报告包括苏氏的朋友圈 苏氏的旅游品牌价值等等 听说遇到苏氏前 人家已经研究过鲁迅 他们都有哪些新发现 说天下 更多精彩内容 马上开说 新闻脱口秀 妙语说天下 各位观众好 这里是梁绿卫视 每天中午都在外道好来 直播的新闻脱口秀 节目说天下 我是老杨 大家中午好 我是郭郭 今天节目的最开始 我们马上要说一个好消息 就是10月10号 第23届世界灌牌委员会 执行大会上 我们国家又有 三处古代水利工程 被确认成功入选了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了 那这三处世界遗产 分别为宁夏 隐皇 古贯区 还有陕西 汉中 三宴和福建 黄居灌溉工程 是的 那目前我国陕西的郑国渠 四川 东风宴等 十处灌溉工程 已经成功申报了 再加上这一次 成功申报的三处 我国已经有 十三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了 了不起 就是特别骄傲的感觉 我骄傲 当然这就是我们的千年古国 传承着智慧 包容着岁月 咱们跟大伙分享一下 这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与世界文化遗产 自然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 等都称为世界遗产 对 是国际灌牌委 从2014年起开始评选的 世界遗产项目 而且这个遗产项目 它的那个领选标准 是非常严格的 必须要满足建设年代 在100年以上的灌牌工程 在工程设计啊 包括建设技术等方面 要领先于 它的这个时代等等 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 回来好好介绍一下 这三处灌牌工程遗产 咱先来说一说 宁夏隐皇古灌区 宁夏呢 处于半干旱地区 这个黄河流经这里 虽然不足400公里 却是这里的人们 赖以生存的基础 2000多年之前 人们在这里边利用地面 低于黄河河面的 独特的地理构造 然后兴修水利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宁夏它三面都是被沙漠包围嘛 所以这一片人工绿洲 真的来之不易 是啊 依靠的就是这里 纵横交错的灌溉网 2000多年了 时至今日 这一片灌溉网 仍然在当地的生产生活当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南有都江燕 北有青铜侠 这里所说的青铜侠呢 那就是宁夏隐黄谷冠区的分界线 那青铜侠上游为卫宁平原 这下游为银川平原 对 那我们接下来 再来说一说陕西汉中三雁吧 它是始建于西汉时期的 算一算 距离现在已经有 2200多年的历史了 包括山河雁 五门雁 杨铁雁 它是汉中盆地灌溉 农业发展史上 最具有代表性的水利工程 使汉中成为了最早的 天府之国之一 跨越千年啊 还在滋润灌溉着一方土地 时至今日仍灌溉着 21.75万亩的农田 对汉中政治稳定和区域的经济发展 起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对啊 那还有黄居灌溉工程呢 这个工程它是由隋朝的建议大臣黄居 主持兴建的 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 所以叫黄居灌溉工程 对 这工程呢 位于福建省的宁德市啊 渠系长10多公里 灌溉面积是2万多亩 对 那专家组给出的评价是这样说的 说黄居灌溉工程 它是古代南方山丘区水利工程 和民间自筹修建 政府指导管理的典范工程 具有较高的科技价值 文化价值 景观审美价值 以及社会价值 真得感谢这大臣老黄 那么有机会呢 真的该去现场看一看 都是跨越千年 都是滋养着华夏儿女的滴滴甘泉 感叹先人们的智慧 感叹我们是如此的幸运 对啊 其实人类无时无刻 不再改变这个世界 这古人的智慧放在今天令人叹服 没错 而当今时代也有着科技人员的创意 让人惊叹 咱们就说说那位限时版的钢铁侠吧 又要放大招了啊 他有一个小目标 就是未来让你做火箭出行 从纽约到上海半个钟头就能到 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 好像是天方夜谭 对吧 但是你听了他的故事之后 就会觉得 这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能 这个人呢 就是伊隆马斯克 他是美国的企业家 他都做过什么事呢 比如说他因为嫌支付不够方便 然后就设置了一种全新的网络支付 就是大名鼎鼎的PayPal 也就是跟我们支付宝差不多 名字挺像PayPal 还干过什么事呢 有一次呢 他因为那个堵车很不爽 很不愉快 很不高兴 想完美解决地面拥堵的问题 于是在自己的办公室的旁边呢 就挖了一条充满黑科技的地下隧道 对 而且还有一个事 我觉得这个说的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 就是他造了一辆 直到现在都火到爆的电动汽车 特斯拉 这都知道啊 这个Model S 再后来呢 他觉得高铁不够快 于是呢 就利用这个磁悬浮技术 造了一种类似胶囊的列车 时速是1200公里 六个钟头可以浑游世界 那就是传说中的超级高铁 听起来特别的疯狂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最近可能在地球上觉得说 哎呀 也没什么意思了 又开始不满足了 于是呢 就开始尝试了一次说走就走的太空之旅 于是呢 他就创立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SpaceX 那这次他要干什么呢 嗯 在2022年 至少让两艘货运飞船在火星着陆 哇 在2024年 实现两艘货运飞船和两艘载人飞船在火星着陆 正所谓是生命不息 折腾不止 这马斯克说了 要造火箭 那个不是说说而已的 人家计划详细具体 咱们就说这个火箭长48米 直径是9米 重达85吨 装载有1100吨的推进机 它跟一般的那个一次性火箭不太一样 人家这个火箭的部分部件还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这火箭长得太好看了 跟捡泳子似的胖胖的 当然坐什么飞机啊 想想以后坐火箭旅行 这火箭运输舱呢 在头部 有效贺载部分的体积呢 是825立方米 那是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八层楼那么高啊 体积比A380客机还大 40个独立舱位可运在上百人的座位 这个待会儿也不用担心价格哈 因为我们现实版的钢铁侠说了 这票价呢 将会跟现在的全价经济舱相同 保证大家伙都坐得起 所以以后 我们坐火箭出游不是梦了 哎呀 在飞行使用的时候 这个火箭呢 将从远离城市的水上平台发射 并以2.7万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 没事 站点啊 这远一点能接受 现在高铁站呢都远离市中心嘛 重点 咱们要看重点好吗 就是速度 你想这样的速度意味着什么呀 从纽约到上海 只要39分钟 从香港到新加坡需要22分钟 从洛杉矶到纽约 25分钟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乘坐它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抵达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行 就是到时候地球确实就是个村了哈 我觉得这速度我心里边还有点干颤 咱们别觉得这事疯狂 虽然说目前它只是一个计划 但是一起在未来的六到九个月当中 可能着手舰到第一艘超级火箭 并且在大约五年之内吧 完成第一次任务 我就想问问你 这事哭不哭 未来大伙再唠嗑就是 走啊 去纽约慈泰网场喂鸽子啊 可以啊 然后吃儿就到了 对啊 然后半个小时之后未完再回来呀 天哪 这份折腾了 好了 说那一下 我们就来再来说一个让人吃惊的预言吧 说最近有这么一名英国科学家 公开发表了一个观点 说最多再过二十五年 人类将会被禁止开车了 这位英国科学家贵姓啊 贵姓你为什么这么远呢 禁止开车 凭什么呀 我那本小驾照 花了当年我好几千块钱 再说那我车咋等啊 不是 有四个字你听说过没 叫无人驾驶 这我听过 这是现在的人工操控 未来将会被无人驾驶技术 全面地取而代之 咱们先说说这科学家嘛 这英国一家科技公司的总裁 在接受劲爆的采访时 这么说的 他说跟二十年后的孩子说 人类曾经亲自驾车 艰难行驶在雨夜的泥泞道路上 就像今天和他们说 人们当初为了打电话 还要满世界找电话亭一样 听起来是天方夜谭 无法理解 是啊 科学家甚至认为说在未来 随着科技的日渐完善 人工智能在驾驶操作上 会比人类更精确 而且人工智能可能 他也没有喜怒哀乐嘛 也不会像人一样 受到那个情绪的干扰跟影响 他也不会疲劳驾驶 也不会怒怒 也不会在开车时候走神 更不会在开车时玩手机 对 人工智能还不喝酒啊 对吧 顺便杜绝酒后驾驶 喝多里头上去 去下一家 插电 所以啊 正是因为有这些优点 科学家才认为说 最多再过二十五年 配备了完善人工智能的 无人驾驶系统 将会彻底取代人类司机 到时候为了减少 成千上万的交通事故 人类将会被禁止开车 那再出事故算谁的呢 就是你再碰方向盘 有可能就违法了 违法了 对啊 这预言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而且据我所知啊 就是现在几乎大多数的 知名的汽车厂商 都在投重金 去公关无人驾驶技术 有的甚至已经 完全实现了这些技术了 处于路侧阶段 待会儿都特别想 那个抢先的占有市场先机 当然与此同时 今天呢还有一个 爆炸性的新闻传来 美国加州监管机构公布 允许无人驾驶汽车 最早于明年 在没有人类驾驶员 在车上的情况下 行驶在该州高速公路之上 哇 这汽车制造商们 是不是欢呼雀跃啊 科技的进步啊 会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的安全 更加便捷 更加高效 但是我这根总有一个担忧 你说活 都让这人工智能干了 嗯 那么我们干什么呀 什么都不干 时间长那个手脑不得退化了 万一哪一天 我长得个小浪个似的 人工智能不高兴 一把工我就寸步难行了 你这属于脑洞大开吗 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担忧 都先再次放一放 嗯 我觉得这些变化 肯定都不是瞬间的事 因为很多问题 都会在渐进的 这个变化当中 自然就迎刃而见了 科技改变生活 但我觉得郭老师 绝对是乐观派 当然 不断地进步着的科技 一直在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嘛 是 未来的事我们先放一放吧 咱们说一说身边事儿 就说现在啊 就在我们身边 生活当中的新变化 不也是层出不穷吗 是啊 咱们就先说一个词 叫共享 嗯 这一两年啊 这俩字可以是说 是相当地火热了 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 共享雨伞 共享篮球 共享充电宝 甚至还有共享马尖 对 各种靠谱的不靠谱的 共享经济 有的扎扎实实 有的呼呼悠悠 都在那儿共享 对 其实咱们举个例子嘛 这共享经济是什么呢 它就好像是一个框 嗯 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那最近呢 在沈阳的高校校园当中 又出现了一个新事物了 叫共享储物棍 这最关键的是 它是从技术研发到产品 最终投入使用 都是由我们沈阳 航空航天大学校内的学生 创业团队 自行完成的 航空航天大学再一个 但是共享储物棍呢 是怎么用的呢 靠不靠谱呢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去 昨天记者在沈阳 航空航天大学的 一座教学楼内 见到了这款共享储物棍 12个储藏箱 基本都处于使用状态 安装一个月以来 已经有400多名学生 使用过 像这样的储物棍 在校园里 一共投放了4个 学生使用起来很方便 不需要单独下载 手机APP 只要打开手机微信 客户端扫描二维码 就可以立即缴费使用 有的时候天气不好 来回来去背书 也挺累挺麻烦 其实还挺远的 但是有了这个储物棍之后 现在就很方便 就省得来回来 去带着书走了 不像以前放在这个 书桌呢 书桌里或者是哪 哪地方有可能丢失的 有这个待机 现在已经消除了 共享储物棍 因为得到了校方的支持 没有占地费和电费 所以价格较低 按天使用是一天一元 按年使用是95元一年 这套共享储物棍 从技术研发 到产品投入使用 是由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校内的 学生创业团队完成的 刚刚毕业不久 并留校的 沈航学子 黄柳周 和另外两名同学 是这个项目的带头人 其余四名创业队员 则是在读的 本科生和研究生 我是学这个电子信息工程的 正好也是做这个棍 硬件吧 就是我开发了 但这个东西吧 系统不是一个硬件人能干的 还得需要我们这个 学弟学妹来配合 我找了一些计算机的研究生 才能把这个整个叫 物联网的系统 把它搭起来 对自己研发的这款 共享储物棍的前景 创业团队非常看好 他们眼下也正在和其他高校 和企事业单位进行沟通 希望让他们的发明 走上更大舞台 这东西真好 好是好 就是那数量太少 不够用的 四个储物柜子 加一块48个箱子 见天报马 这不是才上线 一个多月的时间吗 咱慢慢来呗 用的好了再加吗 而且下一步 这共享储物棍 还会陆续在东北大学 沈阳建筑大学等高校来投放 咱们再往远了看 这研发团队还打算 寻找合作伙伴 把共享储物柜 推向全国 这个新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尤其是这个技术 可是在校学上 自主研发的 对啊 理念加上技术 都值得我们 为这些年轻人去点赞 咱们说完了储物棍 再来说一说快递的事 各位知道吗 快递涨价了 咱们说了一点 快递涨价 说得严谨点 严谨点 就是有两家快递公司 相继宣布涨价了 这就是涨价吗 正式涨价 话说十月十号晚间 中通快递官方微信 发布了一份告客户书 明确表示 受运输成本增加 人工成本提升 原材料价格上涨 等多种因素影响 中通快递集团 决定从即日起 上调快递价格 紧接着第二天 这运达快递 也在官网上发布了 宣布涨价的告客户书 称受人力物料 以及运营成本攀升等影响 从即日起 对快递的价格 会进行调整 那么大伙都关心的是 涨了多少钱呢 记者特意实践了一下 拿中通快递来说吧 记者邮寄了一份 从江西南昌到上海的 普通文件快递 价格从10块钱 上调到13块钱 比以前上涨了30% 从南昌到北京的快递费 从15块钱涨到了18块钱 而基本上 那快递费的提高了3块 那么这个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呢 两家快递公司 他们的这个提价公告当中 都提到了涨价 是受到人工成本提升的影响 其实早在今年6月1号 原通深通中通运达百事汇通 天天快递集体就将快递派费 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上调 那收件和快件呢 是快递层基层网点的 这个主要来源 派费的提高 也就意味着人工成本的增加 对 其实我记得年初的时候 当时有媒体曾经报道了 不少快递员为了增加收入 改行送外卖的时候 那么快递员到底能够赚多少钱呢 这个有一份调查报告啊 叫2017年中国电商物流 与快递从业人员的调查结果 74.6%的电商物流和快递从业人员 月平均收入在3001块钱到5000块钱 那14.94%的人呢 在5001块钱到6000块钱 55%的人呢 在6001元到8000元 5.5% 平均月收入呢 在8001元以上的 占1.44% 所以其实可以让这个快递员赚得多一些 就只能够提高人工的成本了 这个我一点都不反对 因为快递小块快递员真的是太辛苦了 对啊 而且刚刚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涨价不是还有一个原因吗 叫做原材料价格上涨 它指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纸箱价格上涨了 因为现在包装用纸的价格 同比上涨了一倍多 这个也正常啊 电商销售快递业的发展 确实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变化 其实我现在在想 就是除了这两家之外 别的快递公司会不会也马上有动静了 咱们就拭目以待呗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价格涨的服务也一定得跟上 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才能走得长久 才能让商家客户两边都满意 对啊 说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 来说说我们的身边事吧 说一说聊足 这个周末哈 这休战将近半个月的中超联赛 又要重燃战火了 球队是刚刚经历了本赛季的第二次换帅 临危受命走上前台的就是少帅赵俊哲 咱们单说少帅赵俊哲呀 但这次赵帅呢可算是临危受命了 因为在联赛二十六楼过后呢 辽族仅仅以四胜五平十七负 积十七分的成绩排在积分榜的倒数第一 宝吉希望是极其渺茫啊 面对困境哈 赵俊哲说了 这辽宁队呢要有自己的风格 甭管对手怎么样 现在就是要做好自己 是啊 先做好自己格呢 此刻我们的辽族新任的主教练 正带着球队的埋头训练 争取最后一搏 咱们一块儿去来看一看 九月二十九号 辽族官方宣布 法国级主教练雷尼下课 由赵俊哲出任代理主教练 带队打完二零一七赛季 剩余的四轮联赛 算起来赵俊哲接受球队 已经快半个月的时间了 球队的日常训练 也在悄然间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想太多的口号 无法体现在球场 真正的实际在行动上的 你的自信 你的打法 真正的能看着 现在是自信了 现在是正在拼 那不是你嘴上坚强 内心苍凉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以辽队的风格 来打任何奖比赛 距离自己退役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而且从来没有过 担任主教练的经历 更何况辽族目前的成绩 已经是跌落到了谷底 在很多人看来 赵俊哲此时接过辽族的狡鞭 显然不合时宜 但是赵俊哲却不以为然 面对身处困境的辽族 他知道自己责无旁贷 可能那边 可能转换 一文球 马上抢 抢完之后马上拉开 目前 要说自己 就这四轮 就这第一场 慢慢来 一场一场来 我不要嘴上坚强 内心苍凉 不要多想 就是上场 干 干 这话说的多有气势 其实赵俊哲 接手辽族的主教练 很多人都在替他担心 我看到也有网友在说 说那万一要是没有 保级成功的话 不就砸了他自己 一个的这个主教练 除紫秀了吗 但是赵俊哲本人倒 好像没有那么多顾虑 在接任代理主教练之后呢 他还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说什么呢 说 什么挂儿瓢盆 疑似殃名 乱七八糟的 现在人都想太多了 我就我 我赵俊哲 赵俊哲说话也不像你这样 大概有点点口音 当然人家还说了一句 让我们辽族球迷们 特别感动的话 他说辽族是我家 这个时候谁都可以说不 但是我不行 其实我想可能 这个就是赵俊哲的 辽族情节吧 也是赵俊哲的担当 还剩下四场比赛 我们的对手呢 分别是上海的上岗 山东的鲁能 天津的全剑 上海绿地申化 场场都是巨大挑战 赵俊哲说了 没有时间 前赞后顾了 就是一场一场地打比赛 那这最后的四轮 辽族保卫战 将会从本周六开始 正式打响 我们祝福辽族 祝福赵俊哲 努力 将来是一组最新消息 说经过三个月的 连续侦查 浙江警方近日成功 破获615特大 电信网络诈骗案 捣毁涉及全国 12个省份的 电信网络诈骗 窝点40处 抓获涉案人员540人 刑居犯罪嫌疑人 414人 涉案总金额 达到1.6亿元 说2017森林城市 建设座谈会 10号在河北承德举行 国家林业局 正式授予承德 通化 同陵 福州 泉州 上饶 赣州 景德镇 日照 莱武 张家界 佛山 江门 百色 潘之花 宜宾 巴中 林仓 安康等 19个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 说节后海鲜 大幅跳水 回归正常售价 成为普通市民 餐桌上的美味 这是山东省青岛市 渔港码头 正值秋械大量上市 原本在节前 卖到180元一斤的 海埔螃蟹 降到10到25元一斤 最低售价仅10元 吸引了大量市民 光顾简陋 很快就会卖光 说泰国计划 从11月开始 在20个海滩 试点禁止吸烟 以减少海洋垃圾 尤其是烟头的数量 为者将被处以 最高一年监禁 破10万泰铢 约合人民币 1.98万元的罚款 未来吸烟禁令 将扩大至泰国 每一个海滩 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 近三个月 屡屡发生农药中毒事件 已造成至少19名农民丧生 438人住院 这些中毒者 都是在棉花地中 喷散农药时 未带防护所导致的 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北部的森林大火 造成的死亡人数 持续上升 蔓延速度平均三秒 就会烧掉一个足球场 那么大的森林 大火已造成 21人死亡 这是加州史上 最严重的森林大火之一 过火面积已超过 17万公顷 3500多栋民宅 及其他建筑被烧毁 随着被烧毁建筑的 清理工作逐步展开 死亡人数可能继续上升 好嘞 好嘞 说得下 将来是广告时间了 广告之后 我们来说一说 朋友圈里走红的一篇文章 是啊 北京一小学学生 用大数据研究 另类苏氏 研究报告 包括苏氏的朋友圈 苏氏的旅游品牌价值等等 听说人家在研究 那个苏氏之前 就已经开始研究 鲁迅跟雾霾了 那他们都有哪些新发现呢 咱们广告之后来详细说 广告很短 好嘞 说得下 我们来关注下面的消息 这十一长假刚过 有这么一篇 当小学生遇见苏氏的文章 在朋友圈里就迅速走红了 这个苏氏文章 其实是清华富小 一个班级同学的小课题报告 这研究的课题有这些 苏氏诗词中 哪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 那苏氏诗词中出现的景区 哪个品牌价值更高 除了诗词之外 苏氏还有哪些才能 苏氏的朋友圈又是什么样的 这个课题还是挺有意思的 咱们来看一看小朋友们 都研究出了什么吧 这通过电脑程序 同学们对苏氏的 三千四百五十八首诗词 进行了分析研究 研究就发现了 紫游它是苏氏诗词当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了 在这个苏氏诗词 全集当中一共是出现了 两百二十九次 所以足可见苏氏 跟弟弟紫游之间的 手足情深 另外呢 归来一词出现 一百五十七次 归来仿佛三经 那归去呢 我欲成风归去 这样的归去 出现了九十二次 对 还有同学带来了苏氏的 旅游品牌价值分析报告 说苏氏一生 云游过很多地方 包括很多国家 我一级景区 眼下还占据了 百分之七十的旅游收入 比如那首 若把西湖比西紫 淡妆浓膜总相仪 说的就是西湖嘛 而那首只恐夜深 花睡去 故烧高竹照红妆 描绘的就是 苏州园林的神月 以前读诗只看文 这回发现孩子们 可以从作品当中 分析出那么多的问题 还是挺特别的 不简单 不简单 你说眼下就是一个 大数据的时代 通过你的一个搜索 一张照片的大数据 就能够分析出你的喜好 推送你有可能感兴趣的东西 这些知识 已经被现在的孩子们 熟练的掌握了 但是我看到 有网友表示疑问了 说这些研究报告 看起来太成熟了 成熟到不像是孩子的作品 难道又是家长的功劳吗 对于这个疑问 校方答复如下 家长只在一些细节上 给予帮助 比如寻找计算软件 绘制折线统计图等等 剩下的数学分析 都是学生自主完成的 四年级的学生 经过在校三年的锻炼 已经做了十几次课题研究 掌握了基本的调查方法 现在写上一篇调查报告 已经是问题不大了 十几次的课题研究 而且我看到这里面还包括了什么 种子生长日记等等 当然同学们还用这种方法研究过鲁迅呢 甚至还尝试总结出鲁迅的理财经验 他喜欢买房子 爱吃辣椒 爱看电影 此外呢 研究还包括鲁迅的写作习惯 着装风格 喜欢的颜色等等等等吧 这研究的内容挺冷门啊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还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看到很多网友也是对这个内容呢 也是抱有自己的观点吧 总是觉得孩子们的这些方式也是值得商榷的 反正我个人觉得像文学啊 诗词这些 更多的其实不是去分析的 而是要去感受的 我欲乘风归去 好了 说一下咱们的新闻继续吧 来说一说国宝大熊猫 好 这大熊猫除了叫大熊猫之外 还有一个江湖别称叫滚滚 就是圆圆滚滚的滚滚 不是那滚滚的滚滚 是圆圆滚滚的滚滚 对于大多数熊猫来说呢 这个别称名副其实 但是也有例外 10月9号 西安秦陵野生动物园的一只大熊猫呢 就因为拥有魔鬼的身材 被网友拍照放在网上引发了关注 瘦的那一条骨啊都清晰可见 咋了 减肥咯 这不是我说啊 减的这有点狠的 这胶原蛋白都没了减的 减什么肥啊 人家熊猫都是以胖为美 还减肥 你没发现它毛色暗淡 精神头也不怎么样吗 人家是生病了 生病了 那是不是很严重啊这个 这个病呢不叫病 疼起来真要命 好熟悉的甘觉 一定是牙疼是吧 对啊 这西安秦陵野生动物园 相关负责人给出了回应了 首先啊 网友拍摄的照片都是真的 其次就是这只大熊猫 它在国庆之前 饲养员就发现了 它也不采食竹叶 只吃苹果 窝头 活动量又少 一检查呢 发现它是年龄比较大 牙齿老化 典型的牙髓炎 连续几天都吃不下东西了 饿的 谁牙疼能吃进去饭呢 甭说吃饭呢 那我牙疼的时候 觉都睡不着 你这还让吃竹子 那得多硬啊 甭等了赶紧治啊 吃了呀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发现之后就请了专门的医生 给他进行了治疗 但是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叫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所以没那么快好嘛 怎么也得恢复一段时间呢 据说目前熊猫的身体 跟精神状态呢 都在好转 动物园从广州空运来的 新鲜竹笋 并辅助牛奶 蜂蜜 苹果 葫芦贝等等营养品 什么软吃什么 它自身的这个食竹量呢 也已经正常了 就这个小长架的体重 恢复了41斤 还有记者也是专门 走进了动物园监控室 看病号去了 据说休养中的大熊猫 精神头彻底回来了 兴致勃勃地抱着竹子啃 样子憨憨的 特别可爱 啃累了呢 就原地躺会儿 躺够了呢 再起来转转 估计用不了多久啊 待身体完全恢复 就可以再一次 远远滚滚地跟大伙见面了 幸亏呀 幸亏什么呀 幸亏这日大熊猫 生活在动物园啊 听专家说 这牙病其实是 威胁大熊猫身体 最严重的一种疾病了 如果是野生大熊猫牙疼 长时间不进食 就会直接导致死亡了 希望咱们的国宝啊 都健健康康的 这把竹子吃完 叶儿呢 这个剩那肝啊 别扔啊 当牙签剃剃牙 保持口腔健康 才能远离牙病 牙好胃口就好 就能圆圆滚滚 是不是这点 好嘞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 一个跟动物有关的新闻吧 但是我觉得这条新闻 应该在那个动物 后面两个字 后面再加上两个字 叫动物凶猛 那是相当猛了 话说家住在云南 玉西的村民嘛 马家祥呢 养了两百多只羊 今年三月开始 他就发现自己的羊 在陆续地失踪 十月四号的一天 居然丢了二十多只羊啊 那是谁偷了羊呢 马家祥就想着说 我一定要抓住 这个偷羊贼 十月五号 马家祥就把这羊 赶到了距离村子 三公里外的 古州野林光头山上 就在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 他就听到了 羊的惨叫声 跑过去一看呢 眼前的一幕 把他给吓懵了 他就看见一只黑熊 正在撕咬着羊啊 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敢想 如何救羊了 只想赶快逃命 但已经来不及了 黑熊这时候 已经发现他 转向他了 站着朝他就跳了过来 马家祥说 他就想起老人 说的那话了 说遇到熊要装死 这样就可以逃过一劫 于是他就赶紧躺倒在地 就在这个时候 熊伤到了他的头 他吓得就哎呀一声 然后就不敢再动了 感动吧 没过多久啊 他听到熊走远 并跳下去的声音之后呢 赶紧爬起来 朝反方向跑 还打了电话 给儿子求救 儿子拨打了报警 及急救电话以后呢 骑着摩托车呢 赶到了事发当地 警察跟120急救车 赶到了事发地 将马家祥送往当地医院 经过CT检查发现 马家祥的面部 是粉碎性骨折 于是又转送到了 玉西市人民医院救治 据医生说呢 这次受伤的造成 马家祥咬合功能丧失 待窗口恢复 外伤愈合之后呢 还将接受骨折整副手术 不管怎么说吧 马家祥还是挺庆幸 自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的 他说他只是在电视上 见过黑熊 村里的老人都没有见过 完全都没有想到说 自己的身边 竟然会出现黑熊 眼下当地人 已经得到通知 不要再随便上山了 以免再遇到黑熊的袭击 黑熊袭击 想想就让人胆寒呢 我们说就在云南玉西 2016年的时候 也曾经发生过黑熊袭人事件 有一个村民呢 在山上捡君子的时候 就被迎面而来的黑熊给扑倒了 抓头抓脸还咬了十多分钟 好在是没有伤到性命 我这儿呢 想起另一个新闻 今年的1月份 澳大利亚的一位女士 在慢跑的时候 和一个袋鼠式狭路相逢 袋鼠呢 就向她展开了攻击 当时这位女士心想了 好歹我也是个健身教练呢 就跟人家比划两下子 结果是完败啊 还是靠这个装死躲过了一起 据专家说 这野生动物的领地 意识是比较强的 所以当人们遇到 类似情况的时候 咱们要尽量远离 能装死就装死 不要去反抗 否则就会被视为 它的竞争对手 对抗就会更加激烈 但是装死有时候啊 是一招 但是也不能保证 每个动物都吃这套 所以呢 还是小心为妙 对啊 说等一下 咱们新闻继续吧 说这一阵子呢 咱们沈阳的天是真冷的 今早我上班的时候 室外温度才一度 大棉袄二棉袄 我是穿起来了 对吧 这个上节目的时候 才换成衬衫的 反正也甭笑话 我穿得臃肿 谁暖和谁知道 谁冷谁也知道 当然冷是冷了点 不过还好 总算是雨过天晴 再过上一两个月 这下上大雪的话 路就难走了 山西中北部那边 都不用等了 十月十号的凌晨开始 那片就又是雨又是雪的 天不好 高速公路都实行 临时交通管制了 高速公路 你知道它封路的时候 最怕的是什么吗 怕什么呀 就是怕有急事赶时间呢 但是你看 它一封路 你又上不了高速 怎么办 只能绕远啊 那你得分什么事 要是有急需就医的病人 那个时间可就是生命啊 山西新州交警呢 在这次交通管制的期间呢 就连续护送了三路病人 通过高速危险路段 让病人第一时间 转院接受治疗 咱们一块去看看 十号凌晨零点 山西高速交警 正在河区高速入口处直勤 一辆救护车来到高速口 为了能让病人第一时间转院治疗 交警决定接力护送救护车 通过危险路段 受雨雪天气影响 高速公路多处路面出现积水 并出现能见度不足一百米的大雾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护送 救护车安全使出危险路段 10号上午10点 一名女子找到高速口直勤交警求助 称自己女儿手臂骨折 急需转院治疗 山西高速交警正在了解情况时 又有一辆救护车来到高速口 此时降雪已经停止 但是高速路部分路段 依然不具备通行条件 于是交警决定 接力护送两辆载有患者的车辆 前往太原 据了解 目前被护送的三名患者 都已经安全抵达医院接受治疗 赞啊 一个都没耽误 妥妥的 安全的 都给送到地方了 是啊 都是耽误不得的情况 关键时刻咱们的交警 真是给力啊 说了一下 我们来关注下面的消息吧 说就在10月4号那天 有这么一位天外来客 是不请自来 在云南香格里拉上空 璀璨了一把 后来经调查发现 这是一颗小行星 因为轨道跟地球相交 结果就落在了地球上 对啊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就是这一款陨石 落下我们地球的画面 有远极近 越来越亮 这个光芒几乎是照亮了天际 最后就降落在了 不知名的深山里了 这场景确实震撼 但是谁也没想到 就这么一幕被记录下来的情形 让那么多人为之心动 到现在呢 距离陨石降落 地球已经过去了七天 然而在香格里拉的寻宝热夜 丝毫未减啊 全国陨石爱好者们 闻风而动 全都集结在香格里拉 进行大搜据了 也就是说他们都到这里 来寻找陨石来了 最有意思的是 这边寻找陨石的行动 正如火如图 那边网络上就已经开始有 拍卖香格里拉的火流星的了 而且呢 这拍卖价格不便宜啊 叫卖的价格 有八千块钱一颗 有一万块钱一颗 有的甚至叫卖到了 两万元一颗 对吧 其中一个卖家呢 更是标明是火星陨石 就是说这边还没有摸到陨石的影子呢 那边都已经叫卖上了 所以说这些网上叫卖陨石的真实性 值得怀疑哈 有记者呢 就采访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的 天体化学和行星科学实验室的 首席科学家许伟彪 想了解一下 这种陨石到底有没有找着 据许伟彪介绍说 根据卫星观测结果 这次撞击事件的撞击点 它是位于香格里拉县城西北 40公里处 爆炸当量相当于540吨TNT 小行星相对地球的速度呢 是每秒14.6千米 空爆高度只有37千米 所以很有可能有没有燃尽的陨石 落到了地面 那既然爆炸强度这么大 是不是可以从侧面反映出 这个陨石的大小呢 落地以后又会有多大呢 那答案是否定的啊 徐伟彪说呢 想揭开它的身份之谜 只有找到它 通过科学仪器分析 才能分析出来 看来陨石爱好者跟相关部门 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就是找到它 那就找呗 找呗 你说的简单 你知道这找陨石多难吗 现在一大批陨石爱好者呢 都在香格里拉寻宝呢 越野车啊 GPS啊 无人机啊 这些装备全部派成了用场 往往是在路上走着走着 看到有人操控着无人机在飞 差不多就是找陨石了 但是让搜寻者为难的 就是云南的地形太复杂了 到处都是山嘛 都是海拔三千多米高 没有路只能够徒步前行 反正一般来说呢 陨石被找到的可能性很小 那我的下一个旅行地点呢 我就定在云之南了 等他们都找腻了找累了 说不定我溜达溜达 靠我这双近视眼 我一眼就看见那陨石了呢 行 我期待着你的好消息 说一下我们进来再来说一说 苏打水吧 怎么我那么热情呢 那个最近这几年 很多热衷养生的人 都热衷于喝苏打水 在传说当中啊 说这个苏打水 成为了养生的神器 据说是比喝纯净水 好处多多了 哎呀 我有一个朋友啊 总在我耳边叨叨啊 说老杨啊 你喝苏打水啊 能够综合酸性体质 能够预防癌症 能够保证你身体健康 反正现在超市里边 那个画架上 确实苏打水可是占据了 饮料区的大片江山 品种是不少啊 有天然苏打水 还有苏打汽水 苏打饮料 售价便宜的三四块钱 贵的可能十几二十块吧 有的瓶身上还标出了PH值 看的人反正是眼花缭乱的 有些苏打水广告还宣称呢 说它能够平衡人体的酸碱度 能够中和胃酸 有助于缓解消化不良 什么什么的 可是 但可是 可但是 这些宣传的靠谱嘛 苏打水真正的功效 究竟是怎么样呢 五花八门的苏打水产品 又该怎么来选呢 对啊 那喝苏打水的各位 您喝对了吗 这苏打水到底该不该喝 该怎么喝 答案就在下面这条新闻里 先看 目前呢 就是市面上呢 苏打水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天然苏打水 天然苏打水呢 它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微量元素和碳酸氢钠 那么它呈弱碱性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苏打饮料 也叫苏打汽水 那么它呢 就是人工合成的 它是呢 用纯净水 压入了二氧化碳 然后呢 加了一些甜味剂啊 香料制成的 像这种压入二氧化碳 还添加了甜味剂和香料的苏打水 其实和普通的饮料没有什么区别 和弱碱性苏打水完全是两个概念 至于中和胃酸 缓解胃酸症状这些功效 更没有科学依据 大家选用的时候 还是要选用天然的苏打水 因为天然苏打水里头呢 含有很多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它成离子状 很适合呢 人体容易吸收 而人工合成的那个苏打水呢 它里头没有营养成分 然后呢 它还含加了 加入了大量的添加剂 这样呢 还容易引起人体 这个高血压呀 高血脂呀 赵老师介绍说 大家选纯天然苏打水之前 首先要学会看配料表 如果配料表中有碳酸氢钠四个字 而且没有添加剂 那就是说明选对了 当然 即便是纯天然的苏打水 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因为碳酸 因为苏打水里含有碳酸氢钠嘛 那大量的摄入呢 它这个钠离子呢 会对那个高血压呀 高血脂呀 还有慢性肾病的病人呢 它这个健康不利 所以像如果有这样疾病的人呢 就不要喝了 第二个呢 就是说 胃酸分泌过少的 胃炎的患者也不要喝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本身 它是中和胃酸嘛 它本身胃酸的分泌 已经很少了 那么它有中和作用以后呢 它反而更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同样 对于健康的人来说 也不是以长期饮用苏打水 因为长期大量喝苏打水 人体内的钠容易超标 这样就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如果要喝苏打水 每天饮用的量 最好控制在100毫升左右 怎么样 看完片子之后 找到答案没有啊 是啊 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觉得苏打水跟苏打饮料的区别 可能大概就跟酸奶牛奶 跟这个乳酸菌饮料啊 调制乳饮品的区别差不多 就可能后者是加了更多的添加剂嘛 所以口味选择更多 但是添加的成分太多 总归是不讨喜的 而我的理解什么呀 苏打水就是面起子嘛 对吧 就算是真正的天然苏打水 对健康会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效果有限 更不是人人都适合的 那些把苏打水啊 当白开水喝的 也真不见得一定是好事 对 我记得曾经看过 就是瑞典科学家 就有过一个大规模的研究 就发现说男性 每天喝两罐苏打水 会显著增加发生心力衰竭的风险 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科学 也曾经屁过谣 说苏打水防癌之说不靠谱 所以啊 朋友们啊 健康人为了更加健康 反而是没必要 长期大量地喝苏打水 面起子水 您记住了吗 这入秋之后 天气真的是说凉就凉 一场秋雨之后 气温就骤降了十几度了啊 晚上必须要换被子盖了 郭阿姨 我有个好习惯 就是我换被之前啊 一定要挑个好天气 晒晒我那大被子 今天呢 我们就来跟大伙聊一聊 晒被子那些事 晒被子 这绝对是技术活了 首先你晒的时间必须要对 这艳阳高照的晴朗天气 是最适合晒被子的 把那个被子晒得暖暖的 盖起来感觉格外地舒服 我从小啊 就喜欢在 晒完的大被子里边啊 大棉被里边钻来钻去 那一股子暖暖阳光的味道 对 我也特别喜欢那个味道 那就是一种踏实的幸福的味道 太阳的味道 这晒被子几点钟比较好呢 早上起来比较清凉 这个不太适合晒被子 晚上四五点钟 潮气慢慢就出来了 容易让被子反潮 也不适合 从上午十一点开始 是阳光最好的 夏天晒两个小时就足够了 冬天就要再多晒一个小时了 然后再拿棍子打一打 对吧 晒被子还得记得翻面 是吧 一边呢 一般的是先晒里子那边 尽量多晒会儿 既暖又杀菌 那晒足一个半钟头之后呢 再翻面再晒 对啊 那被子面不适合 长时间暴晒 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那么晒被子的周期是多长呢 被子一般是 一个月晒一次最好 那如果不方便呢 最少也得三个月晒一次 被子长时间不晒啊 会滋生很多满虫 在这边爬来爬去啊 这个皮肤敏感的人 会起红疙的 对健康不利 而且你知道很多人 就像刚才你说的 要拿那个棍子锤一锤什么的 很多人都喜欢晒被子的时候拍打嘛 就认为说这样可以把被子当中的灰尘除掉 会更加蓬松 其实不然 我是错误的吗 因为那个棉花纤维粗而短 而且一碎 你拍打棉被就容易使棉纤维断裂 变成棉尘跑出来 如果被子上落了灰尘 你可以用刷子刷一刷 那我就轻轻拿手听 胆一胆 拿手拍一拍 不同材料做的被子呢 有不同的晒法 纤维被呢 价格便宜 不需要特殊保养 那只需要定期的阳光下暴晒 杀菌除满虫就行了 对 那化纤面料做的这个棉被呢 就不宜在阳光下暴晒了 晒的时候需要在被子上 盖上一层布 以防温度过高 烤坏那个化学纤维 还有羽绒被呢 稀湿性和排湿性都比较好 无需频繁晒晒 也不能暴晒 只需要在阴凉通风处晒一个钟头就成了 还有像蝉丝被 这光通风是不管用的 这个需要在阳光下晾晒两个小时 切记不能够长时间暴晒 以免蝉丝变脆 影响保暖 我跟大伙说一下阳毛被 长时间不晒呢 会有阳的那个山味 晾晒的时候呢 喷洒一些酒精在被子上 等被子干了以后呢 不要立刻使用 把被子呢紧紧卷起来 那放上几个张脑丸 闷几天 再放在阴凉通风处呢 晒四五个小时 阳山味便可以随着酒精 跟张脑的挥发就走了 好嘞 就是这些了 那晒一杯 我们就从晴天的中午开始吧 晚上该打杯 今天来是新闻速读一百二十秒 说英国伦敦三十二岁的女子 摩格泽塔 有一头长脊脚踝的秀丽金发 长发披下时 就像穿了条裙子 可谓是现实版长发公主 摩格泽塔从七岁就开始留头发 并坚持一直不剪短 洗头时 在用普通洗发水之前 摩格泽塔会先将自制的椰油 抹在头发上 停留至少半小时 洗发后 它要花二十分钟 才能将头发吹干 若是让头发自然晾干 则需要数小时的时间 说日前在英国伦敦 六名身穿黑衣 戴着黑色头盔的劫匪 用斧头和铁锤 砸碎了一家珠宝店的橱窗 企图盗窃物品 一位退休老人 轮起手中的雨伞 朝盗贼挥舞而去 随后附近建筑工地的 一些工人和路人 也加入了老人的行动 见此情景 四名窃贼乘坐两辆摩托车逃走 另外两名劫匪徒步逃离 说日前一家马戏团 在俄罗斯某城市进行表演 过程中 舞台上的棕雄突然失控 冲向训兽师 将训兽师击倒在地 危险中 一名助手慌忙走上台 用缠棍狠狠地抽打了狗熊两下 棕雄立马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继续表演 训兽师这才得以逃过一劫 马戏团方面后来称 训兽师和棕雄 只是一时失去了默契 并没有人员受伤 他们解释说 这类事件跟狗 偶尔在家撒泼 没有什么不同 大家不必大惊小怪 说近日南非 克鲁格国家公园里 上演了惊魂一幕 狮群盯上了一辆观光汽车 随后狮群中一只狮子 突然离群 走向了这辆车 在引擎罩上 闻闻嗅嗅之后 猛地将嘴伸向轮胎 只听到一声巨响 和紧随其后的气体泄漏声 汽车的轮胎 在狮子的历尺下损坏爆炸 车里的一家人 被困原地无法移动 绝望之中 路过的肖恩一家伸出援手 冒险地为他们更换了轮胎 才让遇险的车辆再次上路 说日前在四川成都某影城 一名女子和朋友 一起来看电影 因为电影太搞笑 心脏突然出现不适 随后在家属和工作人员 陪同下去了医院 据工作人员称 女子检查结果是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输液后已无大碍 天下先 天真冷 我今天早上出去跑步 我就发现清晨的沈阳 都已经有人开始穿羽绒服了 是啊 这才十月初就有穿羽绒服的了 我可不想现在把自己 打扮成一个粽子或者捡泳子 要有一件自己可以发热的衣服 你说那该多好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真的不知道了 自带发热体质的衣服已经实现了 给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外观跟普通的运动上衣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它的亮点在于什么呢 位于背部跟腰部的加热元件 开启之后只要十秒 只要十秒钟 你就可以感受到温度了 哇 这么神奇的 有了这件衣服 不管是登山滑雪 还是跑步骑行 温度就不再是阻碍 这件衣服是怎么充电的呢 充电当然就是充电宝啊 你只要这个充电宝有电 它就可以一直保持温暖 这个衣服的材料轻巧又透气 想要冬天在室外运动的小伙伴 马上可以尽情撒花了 你等会儿 我们怎么特别像购物节目呢 我们真不是卖衣服的啊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有这样神奇的衣服 对 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件 一首 一首孙燕姿的奔 说等一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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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